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关注青年人 工联会的辐射也关注青年人 所以我们很多理念是相同的 所以我们就走在一起 共同为青年的工作一起努力 劳工处旗下的大湾区青年十月计划 是配合着青年南途 为我们的年轻人在湾区的发展 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石 找到大湾区服务社这个拍档 是更加好 令到我们的年轻人有个配套 有人有跟进也有资源去帮助他们 我很感谢香港工联会 大湾区服务社 和各单位的努力 和香港特区政府 一起协助年轻人 找紧机缘 让青年人 扩阔视野 发挥自我 进展所长 关注社在现新游 推出青年创备力计划 对象是本港中学生 和大专学生 给他们认识自己个人的特质和兴趣 了解内地城市的升学 授业和生活状况 以及发展基因 从而更好装备自己 并作出生人规划 融入内地湾区城市的发展 我们这个计划有一个特色 就会在青年高中 或者是在大学的时候 让他们更加了解到 大湾区未来的发展 希望让他们在责业 或者选科方面 结合自己的优势 有更好的未来 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 其实是打造这个湾区的平台 其实前景很亮丽 很宽阔的 我想是大家要去吸收多些资讯 去了解多些 以及在平台上 可否做一些配套 而令到你的专业 和大湾区的需求 造成一个配对 大专学生 投入社会之前 其实应该是多些 探索不同的机遇 就好像现在我们 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机遇 我们不可以阻挡我们的目光 只是放在香港 我们应该是将我们 跨出一个舒适区去放眼大湾区 这个这么重大的机遇 其实我们留意到 香港很多学生 其实对Steam 是有浓厚的兴趣的 如果我们可以善用到 学生的课语时间 让他们除了在学 SEBA Plus Python 这些编程语言之外 都让他们学好普通话 令到他们可以和大湾区 其他城市 进行一些深度的交流的话 我相信对学生 会有更多的啟发 我当时参加了一个 在深圳前海的人才计划 成功选购了 去了上海的一个六家序 一个港资银行去实习 做一个叫做数据治理的实习生 其实对我来说 我会了解到 其实整个数据上游的工作是什么 是帮到我以后 继续进关这个数据行业的准备 能够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